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长的本职工作已经够辛苦了 每天晚上这边得加班 那边还得照顾孩子辅导作业 稍不留神就弄混了 把孩子的作业发到工作群里了 那可就尴尬了 那老板一看 我们公司游泳池 开进水管三个小时贯买 开放水管五个小时放空 一边进水一边放水 先说我说公司水费打那么高呢 你准备辞职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当老师也很不容易 你想啊 假如全班有四十个孩子 孩子的父母加进来 就是八十个人 这还不算离异重组的呢 再加上负责接送的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父 一个群里少说也得一百来人 老师一个人 要想满足一百来人的训续 工作也挺辛苦的 小明的妈妈 嫌弃你讲课不够生动形象 小红的爸爸 觉得你上课竞讲的没用 我浪费时间 小强的爸爸 觉得你纪律管理不够严格 小丽的妈妈 觉得你太严肃 扼杀孩子天性 雪芹的妈妈 雪芹的妈妈都找不着了 在我看来 家长群这件小事的背后 折射出家校责任的边界混乱 更核心的 还是教育减负这条路 究竟应该怎么走 长期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 朱永鑫认为 父母不应成为老师的助教 父母的主要职责是陪伴孩子 塑造他们的人格 而不是让孩子的成长道路上 充斥着公式化的作业 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与此同时 他也提醒 教育减负是系统工程 需要从制度上予以解决 说到底 还是要让大家各安其位 各行其事 让教师的归教师 家长的归家长 学生的归学生 有一些网友也提出了建议 比如说可以选出家长代表管理群 家长群只负责传达消息 减轻老师和家长双方的负担 不知道这个建议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除了作业度 我还发现 现在的孩子们课外班也比我们那时候多太多了 有画画 游泳 武术 还有棒球 马术 鞭城 朋友们 连鞭城都要从娃娃抓起了 可能孩子还没长头发呢 就直接开始掉头发了 中间过程全省略了 我一岁的时候 刚会叫爸爸 以后的小朋友一岁的时候 已经会改爸爸了 从正面来看 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班 遍地开花 也说明咱们现在的生活变好了 更加重视素质教育了 这些需求才会出现 但是选择变多了之后 很多家长也开始了盲目跟风攀比 你看别人家孩子 这个孩子会跆拳道 这个会空手道 这个正在那研究转机型水道 再看自己家孩子 就会读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 你说这哪行啊 咱们也报个班吧 一次报三个班 那别的家长更着急了 那我们得报四个班 随着辅导班 兴趣班越报越多 家长和孩子压力也越来越大 大家都会被卷入这场 无休止的竞赛当中 你说本来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 结果现在却成了负担 不同形式的教育 都是为孩子们感知世界提供入口 目的是引导孩子 在自我学习中发现和成长 如果孩子压力过大 产生抵触心理 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也不利于发挥教育真正的作用 所以减负的核心目的 就是给孩子降压 也让父母降降血压 百年大计教育维稳 一个民族的复兴 一个国家的强大 一定和教育分不开 通过科学的教育方式 让每个孩子拥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强盛 大家好 我是略琴 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 我来之前啊 我上网找素材了 发现某著名论坛上 有一个明星喜爱之榜单 张大的得分 2.3分 满分是100 就这个榜单啊 怎么说呢 张绍刚老师都30多分 张大的2.3 是不是特别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2.3%的人 喜欢张大的 就凭借这个2.3的得分啊 张大的 常年稳居 倒数前五 这个榜上能排倒数的艺人 我跟你们说啊 有曾经违法乱纪的 有败坏道德风气的 只有张大的 是完全靠自己实力的 人家威亚姐 做主咖的吐槽大会 她槽点比威亚姐还堵 像不像火箭少女毕业 她比火箭少女哭得还厉害 还老因为哭道歉 人家别的明星道歉都说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张大的道歉 我无意占用别人的私人资源 你老无意啥你无意 你烦不烦呢 吴亦凡嘛 我现在这个 闲眼梗害行 是吧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我和国仔的这个CP 确实是火 就总有粉丝说 你们不结婚很难收场 结婚行 你得有婚房吧 这就不得不提到 贝壳找房APP VR 720度看房 全是真房源 你在别的地方找房 万一遇到假房源 还得换 用贝壳找到的房子 都是真的不用换 这就叫 有被已不换 国仔那天问我呢 说略秦 以后你要是红了 我会不会就被抛弃了 我说不能 你又不是颜鹤祥 以前呢 颜鹤祥跟庞博搞过一个对谈 说相声和脱口秀的区别是什么 我心说那还不简单 相声需要搭档 脱口秀不需要搭档 你比如说 郭麒麟就是一位出色的脱口秀艺人 要我说啊 颜鹤祥就太老实了 你得跟老板告状啊 你就说 我搭档总在外边接活 都不跟我说相声了 你管不管 你怎么这么惯着他呢 你是他爹吗 是的 没事 就是你看 你现在自己不也上综艺吗 土曜大会挺好 人家金星老师 第三次上了 金姐在这个节目里 流连忘法 金姐 你知道吐槽你有多费劲吗 你都来三趟了 哪还有黑料可讲了 你现在可太白了 你太白金星啊 人家金姐啊 双料博士 正经高学历 你说我算啥高学历 人家才是 但其实高学历人设 也没有那么好 总有人骂你 你一个北大毕业的 总靠在屏幕上 哗众取宠 挣了点破流量 难道你就不觉得丢人吗 啊 许志远 许志远老师 我说你你别生气啊 就你那些破事 你现在在社会上 整个的人物形象 你今天你就偷着乐吧 今天上这吐槽女的是我 不是杨丽 许志远老师啊 最大的特点 不洗头 是你对时代的愤怒 要求你节约用水吗 那你和薇娅挺配啊 薇娅负责种草 你负责节水 你俩挺环保啊 就感觉这两年 许志远老师 快被时代淘汰了 总说一些 不合时宜的观点 还给节目上讨论呢 说如何与90后的 年轻人相助 我可以回答你 我们90后的人 不打算和你相助 终于到了我们的主咖 薇娅姐 你坐着点听吧 姐 免得网友又说 你姿势微微 有点不雅 薇娅老师啊 带货界的一姐 我以前就老听说 说她不管卖啥 都能被抢过 我心里这不错哎 我也抢 抢好一次 啥也没抢着 后来终于抢着一次 我才发现 呀 还得付钱呢 你说明明是我抢的东西 付钱那不叫买吗 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薇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她在直播间卖火箭 多厉害 我直播连刷火箭都没有 所以说 薇娅才是真正的火箭少女 长大的 你可以开始哭了 哈哈哈哈 其实我也不太忍心 多吐槽薇娅 因为做店上带货很不容易 我在网上就看见新闻 说薇娅姐接受采访时 崩溃痛苦 每天工作到凌晨 没有时间陪女儿 哎呦 看得我这个心疼啊 紧接着下一条新闻 薇娅年收入二十亿 姐 卖货都挣这么多钱了 惨 就留给别人卖吧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琴 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是一个网红 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但是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的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儿会儿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日罗永浩老师 哎呀 我觉得 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做一个 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 这个行业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 搞笑视频博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悦勤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 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一提到网红吧 当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一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提到我 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 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啊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是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 他们开始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 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 倒腾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 直播间里都有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啦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 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啥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 我最让工作了 我一直播 她就去我的直播间里 给我留言 她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她要带着我的七大姑姑大姨 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内容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 当所有人只关心 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 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 是我抄霍莱老师的 谢谢他 跟出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最后 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秦 我是一个网红 底下哄堂大笑 我就每次我都很好 就说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略秦 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 我就更喜欢说 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 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秦 大家好 我是略秦 最近不是又到开学时间了吗 每到这个时候呢 总有一些学弟学妹爱的我 问我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个问题 我上初中的时候 也经常回答 老师一提问 你们梦想是什么呀 大家就发言 你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 那个站起来 老师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 到我了 我站起来 老师 我的梦想是有一个手机 这不能怪我 就是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有手机 但我妈就不给我买 说耽误学习 我妈当时管我管的 就是非常的严 我上学那个地方呢 在辽宁省铁岭市开远县 一个非常小的县城 我妈觉得不行 她要向别人学习 听说人家恒水模式非常好 下定决心 说咱们人虽然在开远 但得使用恒水模式 简称开水模式 那是一个水深火热呀 不让用手机 也不能上网 基本上就把我与世隔绝了 我就跟那个桃花园里的人似的 但有一定区别 人家桃花园里 武林人捕鱼为业 在我们开园里 李月勤捕习为业 就这个包裹能听懂能乐的 年龄应该都不大 你再大点肯定就忘了 上了高中之后呢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机了 但是我依然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发现 我自从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吧 我妈总能知道我的一举一动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妈擅长推理 后来才知道 就我那张手机卡 是我妈的副卡 就是说她能够一手控制我的这张卡 我上网流量用多了 咔就给我关了 童话时间长了 咔就给我关了 上学感冒了 我妈说玩手机玩的 咔又给我关了 这哪是我妈的副卡 这就是我躁动青春的关卡 当然了 这个词读关卡 高考会考 多亏我妈给我关卡了 要不我都不知道这是关卡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呢 就是拥有一张自己的电话卡 后来到北京上学 人家别的同学 到北京第一件事 找学校在哪 我第一件事 找营业厅在哪 到了学校之后 人家别的同学都是 哎呀 学长好 学姐好 老师好 就我拿个手机给那乐 哎呀 有了自己的电话卡 真好 其实小时候吧 这些所谓的梦想 根本称不上什么梦想 就是看别人有啥 我也想有 根本不知道 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到了大学 我才发现 人家别人 能考上北大那些 哎呦 那是真有梦想 真有方向啊 我室友啊 一个天天写论文 准备保研 另一个天天学英语 准备出国 就我天天寻思 我几点钟下楼 能抢着食堂那十字头 天天就着吃 就我这样呢 我还跟你说梦想 那不就吃人说梦吗 后来我就进入喜剧行业了 仿佛找到了一些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这也离不开我经纪人 对我的鞭策 前两天他还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说雪芹啊 你不要老是蹭别人的流量 我一听我说是 蹭热度就是一时的 咱们得有自己的作品 他说那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就你自己啊 你能不能半个套餐 你必须让我给你开热点 但你说这能怪我吗 你是很可惜我现在毕业了 我办不了这个连通过派校园套餐了 人家这个套餐 不光流量多 权益多 网速还快 以前刷手机是担心流量不够用 现在刷手机是担心视频不够用 但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容易忘了一开始打开手机要干什么 那天我行的 我上网查一下那个脱口秀高级技巧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开始看离婚冷静期如何分割一下 就希望大家呀 别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 你多花一点流量再学习新知识 连通过派校园套餐 有非常多的会员权益 像视频会员 音乐会员 这都免费领 大家可以领了之后呢 上上网课 听音乐什么的 提升一下自己 信息时代带来的不光是新的娱乐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新的机遇 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很火吧 这又是一个新机遇 大家应该都知道 咱们连通助理也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你忙的时候 AI可以再替你接听电话 上一次我妈给我打电话 就跟人家AI唠上了 哎呀唠老半天呢 就以为是真人呢 咋说也不信 到最后挂的时候 非得劝人家好好跟我搞对象 我妈也很爱唠嗑 你们也看出来了 我就遗传她 上学的时候 我就天天跟我同桌唠嗑 老师天天训我 就略形 你给这唠的天花烂醉的 有什么用 以后你给这说话 眼角是给你钱是咋的 那老师没想到啊 后来出现一种行业 叫脱口秀 当时我同时也爱老师批评 说你天天 你啥事不干 你就听他给他唠嗑 你呲个牙跟他乐 你又能有什么出现 那老师更没想到啊 脱口秀还有个高级岗位 叫领校女 所以说 希望大家都能尽情追逐自己的梦想 不要被嘲笑 也许吧 你可能会被批评 但梦想 可能就藏在被批评最多的地方 只要你真的愿意为之付出精力 也许在某一天 他会给你带来未知的机遇 哪怕是爱老可 联动货派有梦有方向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李琴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说脱口秀 我非常紧张 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经验 也要有很多担心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担心 我说太好了被人抄袭 因为咱也没有公司 公司也没有人给他发声明 这挺关注的 我爸为了这次节目 做了很多准备 首先我就剪了一个头发 你们可以看出来 我现在的发型 王思文同管 剪完之后 我这自信一下就上来了 我感觉我离拖袭 现在就差一个老公 我在家写稿的时候 我手都嘚嘚嘚就抖 我这儿伴回沈阳了 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爸呀 我这要上节目 我太紧张 我写稿的时候手抖 我爸说姑娘 你要相信自己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 你手抖绝对不是因为紧张 你就是咱家族遗传的帕金森 我 其实这个节目吧 去年就找我了 但是我拒绝了 因为怎么说 当时啊 我就是 红 人就是食妖 我跟导演说啊 我说你这节目啊 太小了 没有啥流量 我上没有必要 要不然啥时候我过戏了 我来参加参加 太行 完今年导演又找我了 雪芹老师 现在可以参加了吧 就我们网红过气之后吧 日子是很难过的 一般都得找两个综艺节目 再垂死挣扎一下 是不是不大白吧 老师 大家都说我长得像国仔 我 怎么说 我好歹也是个女的 25岁花季少女 长得像王剑谷 我要出去走学以后 我就不说我是李雪芹 我说我是王剑谷 我就能多正点 人家说 你那身份证写的李雪芹 你凭什么说你是王剑谷 我说 网友说我像剑谷 简称王剑谷 但是我其实能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光明正大 大群广众得吐槽我的客户了 前两天我拍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改到第八遍的时候 第八遍的时候 我已经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我在房间里面就嚎啕大哭 我觉得我愧对国家对我的培养 我受过十几年的教育 那个客户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认识 但是连起来那一句话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真的绝望 我就坐在窗台上 我家十八楼 我把腿都迈出去了 我给客户拍视频 我说你不要再逼我了 你再逼我 我立刻就跳进来 你看不见我现在已经绝望的浑身颤抖了吗 我爸在旁边说 公样你要冷静 你那不是颤抖 你就是家族遗传 帕金森 就到这儿了 清华还不太一样 哎呀 过去的凡尔赛了 你显来了是吧 要不你上这儿来 来 我有自己的工作 我是高途课堂的数学老师 哎呀 高途课堂啊 高途课堂我知道朋友们 高途课堂呢 有很多高考状元 当老师啊 都是清北毕业的名师 然后教学资历呢 大概也有个十几年的样子啊 非常好的一个课堂 看来雪芯很了解 要不然考虑一下 转个行去我们那儿工作 不了 你那玩意儿太废头饿了 掌声有请脱口秀演员李雪芹 大家好 我是略齐 谢谢 我来开个场啊 非常荣幸呢 能够来到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 为啥今天是我开场呢 其实本来这个环节 是邀请了我们小文哥 小文哥说他要打比赛了 有点紧张 说先打两把游戏 找找手感 赢一把就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来了 我这次来吧 是打王者荣耀的 来之前呢 主办方就跟我说 说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嘉宾名单 我一看 龙共三个女的 杨超越 娄逸潇 李雪芹 我说哎呀 还是你们微博电竞 有眼光啊 把我们这三个美女 放在同一个王者峡谷里 峡谷三姐妹 谁来都得废 然后呢 我说完这句话 主办方他们就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跟我说 经过我们慎重考虑 决定让他俩去 打和平经营 刚刚我上场之前呀 那些儿 后边那些儿就跟我说了 一会儿你就进安琪啦 我说还进安琪啦 你们是不是傻 去年腾哥就让安琪啦给坑了 今年还玩安琪啦 腾哥这人得多酱啊 要我说腾哥今年要还是玩安琪啦 你们就应该给腾哥帮个奖 王者峡谷第一老实人 我话音未落 腾哥那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生命就像人家的魔法书 图图改改又十一年 哥你听我一句劝 要不咱换本书吧 前两天啊 我看了一个采访啊 问彭彭 说如果不当演员 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彭彭说游戏陪玩 所以说今天大家是来打比赛的 而彭彭是来实习的 然后我今天就看了 又拿到了一个表 上面写着 今天每一位嘉宾 常玩的英雄和擅长的位置 我一看啊 Justin和彭彭 常玩的英雄一模一样啊 有刺客 有法师 有射手 满满蹬蹬一大牌 擅长的位置 Justin谨慎的写 无特殊擅长 彭彭写的全擅长 看着吧 这就是陪玩的气势 你别管我擅不擅长 我先把业务线铺开 缺啥补啥 一个客人也不能放过 说到陪玩 彭彭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人 这人就是李珍宁 我刚刚碰见他 他说 一会儿他打完和平精英 马上就赶下一场 王者荣耀 就这种加班程度 一般赔玩都顶不上 眼看就赶上微波员工了 咱们今天这个公益赛啊 主要是帮助贫困地区 安装路灯 主办方说 这次他们安排得特别明白 特别用心 把贾乃亮老师 和王者荣老师 全请过来了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够亮 我说你们要这么说 我就不高兴了 那怎么输赢就不重要了呢 人家打都挺好的 人家王正亮老师 野王 指挥大神 封号王者小诸葛 江湖人称诸葛亮 让你说我们贾乃亮老师 那谁不知道王者峡谷里 那一颗闪亮的夜明珠呢 人的后裔 也是电竞圈有头有脸的 上哪能打过呀 这个时候杜淳老师 就在我旁边说 瑞琳你相信我 家里亮玩老菜 我这次来就是专门针对他 哥这都是淳哥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说那太好了淳哥 亮哥就交给你了 咱们再配合一下 抓他就完了 后来我发现 我跟亮哥是一对的 更好笑的是 淳哥跟亮哥也是一对的 我说 就照咱们这个战术规划 亮哥这把就是一打九了 但是亮哥 你别害怕 我给你打辅助 我让你高高兴兴出门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为了不让亮哥一打九 我准备下去练练英雄了 下面交给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